就想問3968招行 和992聯想的 他說什麼價錢可以買呢 上網多少呢 指洩位也是多少呢 先回答招行 招行來不可以呢 其實好像有很多朋友已經說 轉投了去這個郵柱行的壞譜 不是 那郵柱行 因為說過去這一年 又升又升到 又沒有那些人事變動事件 是穩陣的 但是問題我覺得 我們經常覺得 現在炒股票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爛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就行了 沒有理由 大家不知道招行為何又五十多元 跌出五十多元跌下來跌那麼多 所以你問我 招行可不可以投資 其實我們在想的一件事就是 究竟那件事件上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影響 會不會未來招商銀行 整間公司的業務狀況 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這十年來公司招商銀行 為什麼那個規目不斷擴大 我們不要只看股價 股仍是升很多 跑人其他的內銀股 但事實上你看業績裡面的創務數 一些最簡單的指標上面 員工人數上面 都是大很多 問題就是公司能不能繼續長遠發展下去 我覺得沒理由換到一個高層上面 有這麼大的影響 但當然我們在說市場是需要信心的 而內地的高層變動影響 特別涉及在政治因素上 一定是敏感一點 所以市場會害怕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貨招商銀行 都已經招商銀行 或者一直以來拿著 之前都沒有走的 可以的 我覺得有條件招商銀行 但是如果要去追 我們覺得不達到48元才出手 即是遲了一點 市場氣氛 近期都是市場彈 也是跟著升的 我會主張 就讓他穿了49元的阻力位才去追 到時候博他修補裂口 想一下食戶 但不會是短時間內突然爆升的股份 所以你說有貨會建議耗著 因為我們的看法就是覺得 應該市場比我還要害怕 但是這種別人恐懼你的貪婪 向來都是高風險行為 那自己要衡量 即是沒有說一定是對 你問我的招商銀行 從結果論上看 看升還是看我看升 甚至在這些位置買的吸引力更大 但是你說 你不知道指示位市場 可能45元左右這些水平